各位朋友 今天對我們前線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日子 就是去年今日 我們三島政府給我們的寫著證書 上面寫著9月9日 就是被劉慧卿一手撤銷了國會籍 我們幾經辛苦 直接下得回來 今天 一年後的今天 我們在任務力量的揭持下 繼續奮鬥 我們前線的同樣是鬥戰行的人 我們的成年差不多有百年 從我們去年要奮鬥的時候只有四十多人 我們增長了一半有多 在這次參選裡面我們有十一人參選 本來有十二人 有一個是病中 多不多可以救接線 在十一人當中 我也很高興說 我們有三個是女士 佔了任務力量的八個女士當中三個 這幾個都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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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秩序 劉慧卿的傳統 我們十一人當中 所選擇的區 是我們都不會忘記劉慧卿的交揮 這次我們大部份都跟以前的前線有關 你說我們清理媛媒也好 什麼都好 我們光明正大向他們挑戰 因為他們背叛了我們 對我們的承諾 背叛了我們對他們的信心 背叛了我們以前對他們的感情 這個令我們非常之憤怒 所以今年我們大家在選舉場上見面